把那個稍微改動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改成自己寫的 這個叫門號公式好了 比如說這個我們這樣來 那它其實總共的程式碼 就是只有一行 加上頭尾的那個 所謂的 回圈 回圈就重複做 OK你就跟它講我要重複做 重複做意思 從哪一列幫我做到哪一列停下來 OK 那假設我今天這個是自己寫的 那你會發現它就把它跑完了 那其實只要寫一行程式 就可以把這個結果把它產生 所以其實你不會錄製會寫OK 會寫好像更簡單 因為就一行就OK了 那可是這一行到底寫什麼 其實主要關鍵就是說 在VBA裡面 其實主要最重要就是說 我要怎麼樣透過VBA裡面的一些物件 來控制以Sale上面看到的東西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在 某個儲存格裡面輸入什麼樣的資料 那我就要知道儲存格物件我怎麼指定 然後我如何把公式傳到那個物件裡面 讓它可以發生效用 OK 這第一個 所以我們今天要學的就是 儲存格物件 如何把公式丟進去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因為它這個範圍它不只是一個 它可能從第幾列 從第二列 Ctrl向下 到101列 所以如果假設做一個之後 後面好像很多都一樣 那我就可以用一個方式 就是加一個回圈 那這個回圈其實主要的差別就是說 它可以讓你在一個範圍之內 變化某一個數字 那個變化的數字就變數了 那那個數字的話呢 其實主要是什麼 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哪一列嘛 所以那個列可能是從第二列 一直 一三列 第四列 一直到101列 做變化 所以我只要跟那個回圈講說 喔 我的變化範圍是 所以這個時候會多學一個 回圈叫Four回圈 那Four回圈就指定跟它講說 喔 Four i 這個i可能是一個 列號 列的變數 它從第二列到 第101列幫我變化 然後我只要一直變 那就一直輸出 就可以把這個程式給寫出來了 那要怎麼寫喔 接下來的話 第一個請各位 先幫我複製一個工作表 第二的話 請你打開這個Visual Basic 那程式寫哪裡 這一點很重要 特別重要 首先的話呢 我先把它恢復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呢 我希望寫 當然我這邊是寫了 兩個Sub 這個是自己寫的 不是錄製的 那我先把它移除掉 我把它恢復成原來的狀態 把它移除掉 好 那目前看到的話 就是上個禮拜的一個Module 1的部分 那如果說呢 我今天要繼續寫兩個Sub 就兩支程式的話 一個程式是剛剛講 門號底線公式 那你說 老師我應該寫哪裡 其實跟各位講喔 第一種寫法 直接寫在這個下面就可以 OK 寫在哪裡 寫在這個Module裡面 下方繼續寫 第一個方法 可是你說老師 我不想要跟上個禮拜的聚集混在一起啊 那方法二 如果你想分開的話 沒關係 你可以按右鍵 再插入一個模組 這個地方也可以寫 比如說這邊叫Module 2 你寫在這邊也可以 那你說老師 那我原來聚集在哪裡 沒關係 你這Module 1點兩下 他要切過來 那如果你要切Module 2 再點兩下 他要切過來 也就是說呢 你可以分開來 那當然一般啦 如果你程式沒那麼多的話 你就寫一起就好 不然的話到時候找不到 有沒有 現在應該不多 那我們目前分兩個 主要是練習一下 至少你知道說以後如果你寫得多的話 可以把它分開來 所以喔 請你按滑鼠右鍵 插入模組 就可以了 那之前有同學喔 因為這個 底下的屬性視窗會蓋住 所以喔 他可能想說 按了右鍵之後 奇怪 為什麼老師說有插入模組 有了出現了 可是因為他點 好像亂點之後 又不見了 所以他又按右鍵又插入 所以他底下我記得 他一堆模組 一直插入他找不到 他又插入新的 跟各位講 不需要啦 像目前就 Module1 Module2就好了 Module3 Module不要 按右鍵移除掉 他會問你要不要匯出 不要就好了 Fore OK這個不要 這個也不要 Fore 那就是Module1 是巨型 Module2 是我們要寫的VDA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要寫的第一支程式 叫做門號底線公式 所以喔 我前面講過 如果你要配合VDA的話 開頭一定是SUB 所以你就打個SUB 空一格 然後後面的話 就打門號底線公式 所以這邊的話 你就把這個打上去 所以就把門號底線 前面打個SUB 空一格 好 那其實打這樣就可以啦 那你說老師 後面不是有刮符 還有什麼底下 還有ENDER上 不用 你打到ENDER就可以了 它滿貼心 會自己幫你產生 你說老師我要自己打 也可以啦 那你時間多 你是反對 OK 這樣比較快 所以其實很簡單 以後你可以先思考 你的按鈕叫什麼名稱 反正對應到這個SUB就可以了 那你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按鈕名稱跟SUB名稱不一樣 可以 但是不建議 為什麼 因為將來自找麻煩而已 所以最好簡單一點 前面叫什麼 後面叫什麼 比較好找 對不對 是可以不一樣 但是盡量不要 OK 那接下來我們要寫程式 寫什麼程式呢 我要把那個公式 直接幫我丟到這裡來 那那個公式叫什麼呢 其實我切到前面這兩個 就是這一段程式 這一段公式 要幫我把這一段公式 直接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儲存殼裡面 那當然你要把它 之前是直接什麼 直接輸入上去 然後打勾 有沒有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要透過VBA 幫我做這件事情的話 那首先的話 你特別注意 一般是這樣 在SUB跟SUB 如果你要寫底下的程式的話 建議是按個TAB鍵 讓它換到下一階 因為寫程式有個概念 就是會有階層的概念 一層一層的 這樣看程式會比較清楚 那你說老師 那我不要階層 可以啦 只是看起來很累而已 因為那間全部混在一起 那將來你沒辦法看到那個結構 OK 所以按個TAB鍵 講成好習慣 那首先的話 我希望把公式 丟到這個儲存殼裡面 那這個時候 你需要學會一個物件 其實就是一個叫 儲存殼 那你自己好像一錄進去 也用到叫SELL C-E-L-L OK SELL的話 就是儲存殼 那請你加一個S SELLS的話 指的就是這一個工作表 全部 S 全部的工作表 那接下來 你可能要 因為全部工作表 非常多 還記得 10485766 然後好像16000多 這麼多 乘在一起就對了 那 所以你必須要指定 刮鬍一下 刮鬍的話 意思就是說 那請問一下 你現在指的是哪一個 這個儲存殼 我要指的是 那你刮鬍之後 你會把後面有出底字 有沒有 他會有第一個問題 問你怎麼 所以慢慢習慣 後面他問的問題 就出底 roll index 意思是說 白話意思是哪一列啊 其實我想要輸出的是這個儲存殼 那是第幾列 第二列 所以這邊輸入2就可以了 第幾列 第二個問題是 color index 哪一欄啊 那就1欄 那1欄的話 一般習慣 加上前後雙 因為它是文字 所以我們後面打的話 就是這邊輸入2 然後呢 後面的話呢 再鬥點 輸入雙引號 移到中間 加個1就可以了 意思是說 我要輸出的位置 是在 1、2儲存殼這個地方 ok 那這樣的話就 直到這個位置 那你裡面要放什麼東西啊 特別就是 後面請你加個等號 等號呢 後面再加雙引號 然後把公式放進來 那這個意思就是 把後面的資料放到這個儲存殼的意思 那我要放什麼呢 我要把這個公式 這一串公式 幫我 複製貼到 這串公式 複製貼到 這個雙引號裡面 那它就會 把這個公式 丟到這裡 那其實就是丟到這裡 所以這個 這個指的是它 ok 不過呢 可能要 注意 一個地方 非常非常重要 你們有沒有發現 在VPA裡面的雙引號 其實指的是文字的頭 文字的尾 有沒有 那 你如果今天丟了一個 公式進來的時候 欸 這裡面也有雙引號 那如果你把它丟進來之後 會有一個問題 因為它搞不清楚 到底你是公式裡面的雙引號呢 還是 VPA裡面的雙引號 所以 如果你直接貼 假設 我們當然做事 直接複製這個公式 複製完 記得按 叉叉取消 因為如果你 不取消 它VPA沒辦法切過去 所以取消一下 然後 切到V就BASIC 那這個時候 你可以把它貼到 雙引號裡面 表示說 我要把公式丟進來 ok 可是喔 發生的問題就是 因為這裡面的雙引號 跟公式的雙引號 已經 怎麼講 它會搞不清楚說 到底是公式的雙引號 還是 VPA的雙引號 所以會發生錯誤 那這個地方 可能要跟各位講一個 一個規則 如果將來 你要把公式裡面的 這個放進來的話 如果有雙引號 記得它有一個規則 就是要把公式裡面的雙引號 變兩個 你說怎麼 它怎麼改 其實理論上這樣 貼上來之後 那你要看 貼上來這一串 這裡面不是 這個串 它會變兩個 這要變兩個 所以要改的話 這樣 一個變兩個 一個變兩個 這樣改 那你說老師 這樣很麻煩 而且假設眼睛花 沒改到怎麼辦 對 那就出錯 所以教各位一個方法 我建議 如果你要這個方法的話 我是建議 你可以先把這個公式 複製之後取消 然後呼叫你的那個記事本 記事本應該是在 Windows的附屬用程式吧 裡面有個記事本 然後你把它貼上去之後的話 用一個功能一定不會錯誤 就是取代 編輯取代 然後給它一個規則 幫我把這個文字裡面 這個公式裡面 如果有遇到雙引號的 一個變兩個 這樣就OK了 然後把它按全部取代 按一下就好了 你會發現 它就改完了 而且不會錯 我是比較推薦你用這個方法 不然的話你如果貼的時候 來改可能會錯 然後取代完之後再複製 再把它直接貼到哪裡呢 貼到剛剛的雙引號 記得喔 雙引號裡面 這樣就OK了 好 那我們就寫完了 第一個公式 另外請你把這個公式 底下再 把sub跟andsub 複製一下 再貼到底下 因為我需要一個清除 所以貼上之後把門號底線公式 改成門號底線清除好了 清除也自己寫 因為上個禮拜是 用錄製的 那我們就改 清除 清除怎麼清很簡單 就是把儲存格後面的等號 有沒有 這個東西 把它delete掉 只要給兩個雙引號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呢 給兩個雙引號的意思就是 把這個空字串 放到這個儲存格 其實就是清除的意思 所以不管是VPA也好 或者是Excel也好 你看到兩個雙引號就是清除的意思 OK 好 那我們就把它執行 那如何執行呢 請你看到上面有一個 類似像播放 Play的按鍵 你只要優標放這邊 按下上面這個按鍵 你就會看到效果了 優標放這邊 按執行 那理論上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呢 我看一下 有沒有 空了 因為我剛剛 把這個 這個叫空字 就清除 丟到這個 這個裡面 這個值的哪一個 值的就這一個 所以裡面是空的 好 那你像說 老師那我要丟公式呢 上面這個是門號底線公式 你再把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剛剛這一串有沒有 它就幫我丟到 這個儲存格裡面 這個儲存格裡面 就是這個 那你會發現 就是上面這一串公式 這樣 這樣有點 OK 丟過來 欸 不過你會發現 這裡不是兩個 雙引號嗎 為什麼到這邊 又變成正常呢 它的規則 它只要看到兩個 它就自動幫你轉 轉移成一個 OK 那這樣的話 就完成 第一個步驟了 就是 自己 寫出 如何把公式丟到儲存格的這個VBA層次 OK 請各位先試試看 反正第一個 先 按滑鼠右鍵 在模組上面按滑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module 2 並且 在這邊寫 sub 門號 底線公式 那你想說 老師那底線可不可以換成減號 不行 可換成空白 不行 反正 符號裡面 目前看起來 底線 底線 可以知道吧 underline 最安全 除了底線以外的符號 其他通通不要用 你說老師那可不可以 其他符號 因為其他符號都被用掉了 所以你如果用的話 會有充碼的問題 像剛剛這個地方其實就充碼 因為 為什麼它變兩個 因為雙引號 我外面VBA都用掉了 你還給我用 那我到底裡面這個 到底是什麼意思 它沒辦法解析 所以呢 如果將來你的公式 要放在這個 儲存格裡面的話 記得先把它取代成兩個 試試看好了 所以第一步 先試試看 你們可以先到這邊 然後 執行清楚的話 欸 這個就沒有了 執行這個 欸 這個就沒有了 先做出第一個 step 那可是你想說 老師那 第一個做完了 那底下這個怎麼辦 欸 所以喔 第二個 step 就是了解回圈 也就是說呢 在 Excel裡面有很多狀況 都是重複 某些步驟 差別只是說 它的列不同 不同而已 所以呢 待會我們就要配合回圈 然後更改它的列號 把資料輸入進去 OK 就完成了 那 理論上 當然回圈 一般來說是會有 最重要的是兩種回圈 一個是4回圈 一個是 這個 2 file回圈 不過目前以實用上來看 4回圈是最多 待會我們 請各位先完成第一個 step 如果這個還有問題喔 其實你們可以參考雲端白板 雲端白板上面 我剛剛寫的一模一樣 應該在第14頁吧 就這兩段 OK 如果你現在寫不出來 或是寫錯了 你等一下Ctrl11 你可以再把它CtrlV貼到這邊來 或者貼到下面比較一下 如果你說老師不一直寫錯 你把它貼到下面比比看 就知道哪裡錯了 OK 試試看喔